第29题,上述所描述的气体,哪些是惰性气体? 甲,水煮开时所冒出的气泡 水煮开的时候,一开始的气泡是空气 但是最后主要的气泡是水蒸气,所以这个是水 乙,焊接时防止金属氧化的气体,这个是所谓的雅气 丙,空气中含量第三位的气体,这个也是所谓的雅气 丁,双氧水加二氧化萌所产生的气体,这个是产生的是氧气 物,吸盐酸汗大离石反应所产生的气体,这个产生的是二氧化碳 然后呢,几,红色霓虹灯灯管所填充的气体,这个是奶气 奶气通电会发红光 羹,现代用来填充气球或飞艇的气体,这个是所谓的氦气 海气,因为它不可燃又很轻,所以用来填充气球会飞艇 轻,汽水所冒出的气泡,那这个呢,也是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会溶于水形成碳酸,所以汽水叫做碳酸饮料 人,跟填充在食品包装中可延长保存的气体 这个是我们填充的是氮气 那么这里面呢,是属于我们的,顿气的呢 是有乙的亚,饼的亚,还有我们的乞的奶,跟我们的根的亥 所以呢,是乙饼几根,是属于惰性气体 第二十九题,问我们说,上述所描述的气体,哪些是惰性气体 我们答案选的是B,乙,饼,几,根